第四篇这个考点也是出现一个相对新的考点 我们注意到这后面其实是就是说 在画性部分其实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直接引语对不对 那么直接引语出现的话 它往前面是需要一个逗号的 所以这个双引号前面这个逗号是不能少的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排除BC两个选项 然后我们再注意到这个New York Times 它要么是作为一个限制性的定语修饰这个headline 要么是作为一个插入宇宙补充说明 那么要么它怎么样呢 两边都有逗号 要么两边都没有逗号 绝对不会说出现一边有逗号 一边没有逗号的情况 那么B选项它只有一边有逗号 那就错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要么两边都有逗号 要么两边都没有逗号 那么两边都没有逗号的情况是对的 也就是A选项是对的 这个In the New York Times 它是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限制性的修饰语 就是这个headline 哪里的headline 对不对 哪里的头条 好 这是第34题 正确答案是A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35题 35题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内容选择贴 它有个很具体的要求 它说它要增加一个什么呢 这种支持性也就证明性的一个细节 来去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the story was widely reported 好 我们注意到这个story到底是指哪个 是指这个广播节目吗 是指这个video play吗 不是对不对 它说的应该是 它说这个the story应该指的是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video listeners in panic taking world drama as fact 指的是怎么样 大家对电台节目信以为真 然后受到了惊吓 产生了恐慌这么一个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哪一个选项能说明 它是被大量报道的呢 被广泛报道的呢 A选项行不行 A选项根本就没有提到 就是其他更多的一些媒体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B选项也没有提到 其他的一个媒体 有报道这个事情 正确的答案就是B选项 对不对 B选项说的什么呢 他说other newspapers 其他的报纸也怎么样 也报道了这个故事 对不对 也追踪了这个故事 对不对 而且声称怎么样 就是那些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声称怎么样 就是这个广播怎么样 引起了什么 大规模的这种情绪波动 对不对 好大规模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爆发 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个 the broadcast inside the mass 就是the story 是不是就是这个the story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c选项他也提到了这个在2013年很多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好注意他说的不是当时的事情 对不对 第二点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看第二点 对不对 他说的这些many newspaper magazines 是去宣传的是什么呢 是the broadcast 是怎么样 the war of the world 这个广播节目 对不对 他并不是说这个广播节目 引起恐慌的这个事情 所以怎么样 所以c选项是不符合的 所以正确答案 一个35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是b选项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36题 36题有点的迷惑性 我们看到这里 他说 他说你说的是 是这个broadcast 这个广播节目怎么样 注意这个head 它不是有的意思 它是表示使别人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所以并不是说 他有那么多什么样的人 而是他使那么多的人怎么怎么样 那使别人或别的东西怎么样 我们知道这个固定搭配是have somebody 或者是something怎么样 do或者是doing或者是down对不对 那这里面哪一个是符合这个结构的 使人害怕对不对 应该是主动肯定不会是down对不对 那要么就是fear 要么就是fear位对不对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是c选项 have somebody do have somebody doing have somebody done 这么一种结构 当然主要是have something done这样子 就是somebody或something 作为兵女 他这里呢 也就是说这里是这个have不是有的意思 是使得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好 所以第36题胜票答案是c选项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37题是一个固定搭配 so加上一个形容词或副词 再加一个as to do something 如此以致 如此以致 好 它是一个固定搭配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怎么样 是递选项 so as true的一个结构 好我们来看第38题 第38题 而38题的话 就是选一个过渡词 我们看一下过渡词前面说是什么呢 他说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呢 他都怎么样呢 他都走得非常远了 也就是进入深入到哪一步呢 来去把这种责任呢 对于关于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当时的这个报道 是扭曲了事实 对不对 他把这种扭曲的责任呢 分给也就是归于谁呢 归于这个报纸产业 归于报纸产业 那么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讲到这个JP这个人 和这个MS这个人 对不对 argue对不对 声称这个newspaper industry 你看一下 其实这里他所说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怎么样啊 是不是就是在assign blame for the distortion of the distortion to the newspaper industry 对不对 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他是对上一句的怎么样啊 具体阐述对不对 那是不是时间关系呢 不是时间关系 也不是表示 表示列举一种情况 也不是表示步骤的下一步 而就是指什么 就是指在这个文章当中 对不对 因为这个JP跟这个MS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文中的作者 对不对 他们这个assign blame for the distortion to the newspaper industry怎么样啊 在下一句话怎么样啊 得到了怎么样啊 详细的展开叙述对不对 他们怎么分配的 他们怎么说的 关于这件事情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一道题 应该是怎么样 C选项表明怎么样 A 刚刚上面说了 A 有篇文章的作者怎么怎么样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们怎么怎么样 好 所以 C是最好的过渡词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第39题 这是一个句子合并题 这个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是最简洁的呢 D选这道题 主要要考虑的 就是简洁这个问题 就是D选项是最简洁的 所以D选项是正确答案 那么当我们知道 句子合并题 有时候它考的 不仅仅是简洁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道题目当中 它主要考的其实就是简洁 主要就是简洁 这道题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合并题 类似于就是宋芬庭的那一种 好 那接着我们看第40题 第40题 它说哪一个选项 就是确立起了段落的主题 那么我们往下看 都会看到怎么样呢 作者的一个观点就是怎么样 这是确实怎么样 就是他说 这个最终的这种动机 这种证据 它其实怎么样 就很少 几乎就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怎么样呢 好 我们看到下面 我们可以抓一些关键词 或者说 大家如果读一个段落 抓一台句子太多 你不是很好读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抓 每一个句子的主干 因为通常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主干是最重要的内容 比方说 第二句话是不是提到了呢 他说只有这么多人去怎么样 听了这个广播 然后又说到他们问了 他们觉得有些东西 这个效力是有问题的 这个正当性是有问题的 合理性是有问题的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甚至看到最后呢 就是说 你会发现他整一个呢 都是怎么样啊 表示对当时那么一些 报道的一些怀疑 对不对 一些怀疑 那哪个能表示出这么一种怀疑呢 也就作者对于这些怀疑 其实在这里是列举了一些论据 来去做支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B选项是正确的 好 B选项是正确的 大家去抓一下主干 就会发现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在列举一些 证据 对不对 他们的一些说法 他们怎么来证明说 这个报道 其实它是怎么样 不准确的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41题 41题 那我们知道要指 就是说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里是 ABCD选项当中 我们首先注意到 有fewer跟less的区别 其实就是来自于fewer little对不对 哪个是可以形容 就是可以表示可属名词呢 对应可属名词应该是fewer 对不对 所以只有哪个选项是对的 只有就是AB选项 不AD选项 A和Dock Apple和Dock是对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下 因为表示比什么什么要少 这个THAN 它才是正确的拼写 D选项把这个Lan怎么样 拼写错了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Dock选项是错的 真正的答案是A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多说 好 第42题 问第四句话应该要摆在哪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说是这些作者认为呢 仅仅因为某些 仅仅因为一些人 发现这个广播节目让人非常不安 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相信了这么一个广播节目 而且怎么样啊 而且反映出这种真正的一种恐惧 我们看一下钱 他合不合适放在这个位置 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先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的是不是说到就是P和S这个人 P和S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 是这两个人 他们是不是怎么样啊 他们是不是去怀疑 这个有一份报告的一个 就是真实性有效性 对不对 那么 然后一句第五句话说的是呢 根据这么一份报告 然后有多少 有一百万人说他们怎么样呢 被这个广播节目吓到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三句话当中是不是提到了一个什么呢 提到了这个 un often cited report 对不对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报告 然后呢 第五句话又提到了这个this report 如果第四句话是摆在这里的话 你们会发现怎么样 这个this report我没有一个 指代对象 因为我提到这个this report肯定是我刚刚提到 但是第四句还有没有提到这个report 没有 这个this report对应的第五句的这个this report 对应的是第三句这个un often cited report 那所以第三句跟第五句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的 好 那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应不应该放在这个第二句话后面 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三句话这里有个also 也就是说它要跟前面的内容形成一个并列 那我们会发现第三句话的内容是可以跟第二句话内容形成一个并列的 就其中一个证据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证据 然后开始第三句开始说另外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那是可以形成一个并列 那你会发现第二句话 第四句话如果摆在第二句话这里的话就很奇怪 它跟上一句没有什么关系 跟下一句也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它还破坏了什么 破坏了二和三之间的这个并列关系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第四句话也是不合适摆在第二句话后面 那么合不合适摆在第五句话后面 注意一下第六句是不是有个however 如果我摆在第五句话后面 就意味着第六句话和第四句话之间存在一个however的一个关系 但是你看一下第六句话显然怎么样 它这里说的是怎么样 说实际上并没有一百万人去听这个节目 它其实是第六句话是对第五句话一个转折 第六句是对第五句话产生一个however的关系 所以如果第四句话插进来 是不是又破坏了第五句话和第六句话之间这个however这个关系 所以它也不合适放在第五句话后面 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应该是放在第七句话后面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它这里开始提到第三个证据了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大家给大家画一下层次 Asian像说有证据来去 不不不是Asian像就是整个段落第一句话是跟大家说 就是它的强调点是在于什么样 是有证据来去说明关于这个恐慌的这些报告 报道是怎么样了 是被夸大了的对不对 然后它开始提到了几个evidence 首先它就开始举例了第二句话是举了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例子是第三句话 第五句话和第六句话 它三句话一起在讲第二个例子 接着来它再讲第三个例子 就是Furder Moore这里 它提到了他们说什么呢 它说这份报告怎么样 就是把什么 把害怕 还有就是什么呢 把害怕还有觉得困扰 以及觉得这个情绪有点亢奋 跟这个感到恐慌这些概念怎么样 给混合在了一起 那这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你感到害怕也好 你感到激动也好 你感到困扰也好 它不一定就表示一种恐慌 对不对 它这种恐慌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么也就是他觉得 好 大家想象第四句话 他说 你仅仅是觉得这个广播节目让人不安 并不意味着说 你就真的相信了这个广播节目 也不代表你怎么样 你真的表现出了真正的恐惧 这是不是对第七句的一个展开描述 所以它在内容上来说 它跟第七句是相关的 它放在第七句话后面 其实是合适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说 第七句话和第四句话 是第三个例子 也就是evidence当中的第三个例子 好 再给大家理一遍这一段的一个结构 第一句话说有证据怎么样 证明了怎么样 就是关于这种恐慌的这个报导 或者说是这个报告 它怎么样呢 是被夸大了的 然后就开始for instance 举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evidence的例子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二个evidence是怎么样 第三句话 第五句话 和第六句话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第五句话 和第六句话 第三个例子是什么 是第七句话和第四句话 也就是它这里举了 给了一个总体句 然后加三个举例 做例子 好 这是第42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43题 43题又是一个语法题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but but的话 它这里的but连接了两个句子 从前面这个most people 到这个piece of fiction 这里 以及怎么样呢 but后面从画现句子 一直到这个 more afraid than they had been 这里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some 它是一个族语 对不对 好 注意它的谓语动词有点远 它的谓语动词在这个 remember 加了双引号这里 remembered 好 some later remembered 也就是说 我已经有足语跟谓语动词了 对不对 好 那显然怎么样了 A B选项怎么样了 A 这个day word就不对了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有足语跟谓语了 好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 好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afterword是不是有个逗号 那么显然前面也就有逗号的话 这里应该是有个插入语 对不对 好 插入语两边 既然一边有逗号了 另外一边是不是也应该是有逗号 哪一个是有逗号存在呢 是C选项 对不对 好 我们把C选项带进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 就会发现它是对的 some 好 这是主语 later remembered 这里是谓语动词 对不对 当然加了一个副词 就是这个谓语动词 some later remember 中间加了一个什么 influence的by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作为一个插入语 插入语两边都应该有逗号 那么C选项正确 influence的前面有一个逗号 afterword后面有一个逗号 这之间怎么样 整个是一个插入语 好 第四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题目 他说哪一个选项有效的就是 表示了这么一种比较呢 就是作者在这两个学生当中 做了一个比较 那么大家想一下 其实这里是这样子的 作者在这里 他是不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来去说明 其实是一种类似的情况 对不对 它这里其实不是一种反比 它是一种类比 就是你看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情况其实也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怎么样 表示这是一种同比 这是一种类比的一种关系 不是说 也就是说去通过相同点来去 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是类似的 那如果你明白了前一种情况 你也就明白了后面一种情况 是不是要表达这样一种类比 对不对 而不是说我们来看这两群人是不一样的 那叫做反比 那这里其实是要类比 那么哪一个能够表示说 我其实是这两件事情是类似的 我要表示一种类比呢 就是A选项not unlike 这里是双重否定 其实就是like对不对 就是跟什么什么东西是类似的 那么这个可以表示出一种类比关系 其他表示都是一种反比的一种关系 那么翻这里其实不太 就是个人觉得是不太妥当的 所以这套题呢 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选择 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选择 这个A选项来表示类比 好 那么这是44道题目了 那么这套题